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孙丽的担心是对的 这一次 31岁杨子真该向36岁赵丽赢好好学了 要久久爱这部剧的开播属实是让期待的观众们大失所望 杨子在同期的演员中演技绝对是佼佼者 但是已经是31岁的杨子却依然沉浸在演偶像剧中无法自拔 本以为杨子会为观众们带来眼前一亮的全新角色 可是杨子却选择过一把校园剧的影 这样不自知的选择让观众们大跌眼镜 虽然说观众们对童星出道的杨子一直都带有小雪的滤镜 但杨子已经不是20岁的小姑娘 总是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半嫩的表演情况 要知道36岁的赵丽颖已经是主演妈妈的角色 第20条理破碎感十足的好秀屏 让观众们看得潸然泪下 赵丽颖完全是打开了自己全新的演艺道路 看到杨子和赵丽颖的不同选择 网友们终于明白了孙力当时拒绝 眼青色角色的初衷 演员贵在自知这句话完全是对演员们最诚恳的忠告 要久久爱全面崩盘 要久久爱本身的质量 根本配不上演员自身带来的热度 整个故事剪辑得一塌糊涂 观众们根本就看不懂这个故事到底讲述了什么 在校园和回忆部分的处理上 剧组则是选择了穿插 叙述这一看似高级的展现方式 但是对于观众们来说 突如其来的回忆只会让原本沉浸的情绪立马出戏 这对于观众们的体验感来说完全是差到了极点 与其追求高级感还不如稳扎稳打的将故事讲述完整 看似花里胡哨的拍摄方式后视剧组 对于观众体验敢需求的判断失误 反复跳脱的剧情让整个故事缺乏连贯性 就连在人物的整体形象塑造都受到了极大程度的影响 谁也无法接受这样突如其来生硬的转折方式 不仅如此后期更是将墨皮绿镜开到底 连演员的基本轮廓都难以辨别 更别提能看到演员精湛的情绪表达 剧组的剪辑方式完全让该剧败光了一大半的路人员 谁也不愿意看这样一部粗质烂造的剧集 然而该剧的骚操作还远不止于此 恨不得将所有的金主爸爸都展现在屏幕上 品牌的logo都比演员的脸要来得高清 管它广告与剧集是否合拍都会一股脑地插入近来 观众们还以为是误入了广告大片中 光是目前播出的几集中就有十几个不同的广告品牌 可见冗长的剧集中到底穿插了多少 演员们演技更是烂得不忍直视 范诚诚毫无内容的空洞演技将讲义这个角色演绎的没有任何爱意 与杨子之间的互动也是各有各的想法 这两个人之间根本看不出来是情侣 杨子的演技也是落入了程序化的工作 要么是眼眶含泪久久难以落下 要么就是大呼小叫的装出一副小女孩的模样 杨子半嫩饮争意 《要久久爱》这部剧可以说是冰火两重篇 杨子和范诚诚的流量为该剧带来了不少的热度 但是剧情和演员的演技却是让观众们无法忽视的尴尬 偶像剧早就是无法让观众们产生共鸣 更别提杨子和范诚诚这对相差八岁的荧幕CP 两人之间怎么都产生不出爱情的火花 看着两人尴尬的互动观众们也是不由的脚趾扣的 杨子的这张脸早就不是最初的稚嫩 强行半嫩只会引起观众们的反感 最重要的是杨子的脸真的是太僵硬了 就算是远镜头都能看见杨子难以遮掩的法令文 镜头里的杨子脸肿了一圈 原本舒展的五官完全挤压到了一起 导致整个五官看得分外别扭 侧面镜头下杨子的额头和鼻子分外突出 原本的瓜子脸也变成了方圆脸 这一看就是依美过度导致的后遗症 而杨子一直引以为傲的演技在剧中也是来了一个全面大翻车 为了展现出黄影子的大大咧咧 杨子全程都在尽全力地调动着自己的情绪 没想到用力过猛直接让黄影子变得杂杂呼呼 各种浮夸的表情让观众们看得不忍直视 在演艺哭戏的时候杨子完全走入了程序化的演技 动不动就眼眶发红 一旁的演员根本就接不住杨子的情绪 甚至还有好几次情绪氛围 根本不到眼泪哗哗的地步 杨子却控制不住的眼泪直流 情绪饱满固然是好 但最起码的符合具体的情景 杨子莫名其妙地崩溃情绪 让观众们看得频频出戏 要久久爱这部剧让观众们看到什么叫期待越大失望也就越大 不忍直视的剧情 尴尬的演技完全为观众们贡献了一出精彩的反面教材 杨子早就过了眼笑原剧的年龄 现在的杨子面临的是转型的大问题长相思 带来的热度让观众们看到了杨子爆发力极强的演技 本以为杨子会乘胜追击凭借一部高质量的作品摆脱偶像演员的身份 可没想到杨子却是陷入了装嫩的怪圈里 大年初一上映的喜剧电影热辣滚烫中杨子竟然要出演贾玲的女儿 仅仅10岁的插剧简直是让观众们无法带入角色本身 真不知道杨子到底是怎么想的 偶像剧的门槛本来就不高 但是转型的作品却寥寥无几 杨子饰演的黄影子让观众们对杨子的好感一夜回到解放前 就连扛剧能力都遭了网友们的质疑 要久久爱这部剧简直是差得附着编辑 相反36岁的赵丽颖却已经开始揭演妈妈辈的角色 如此大的角色跨度让观众们看到了赵丽颖在影视行业的野心 赵丽颖演技实现大突破 早在赵丽颖产后复出的时候赵丽颖的演艺道路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此时的赵丽颖更在意的是塑造难以复刻的经典角色 赵丽颖在演员这条道路上的野心早在刚走红的时候就尽显无疑 就算别人说圆脸做不了主角 可赵丽颖依然是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让这些人大脸 陆珍 花千古 楚桥等角色的爆火让赵丽颖 这个圆脸闯出了属于自己的天下 当初赵丽颖参演第20条这部电影的时候 网络上大多是质疑和不理解的声音 毕竟以赵丽颖目前的流量大女主剧本都是任他挑选 可这赵丽颖却选择了二番出演张艺某导演的作品 赵丽颖在乎的从来都不是大女主范围 而是角色本身带来的震撼力 好秀凭这一角色正是吸引了赵丽颖的注意力 虽然赵丽颖从未接触过聋哑人这类底层人物 但是赵丽颖却将好秀凭演绎的淋漓尽致 仅仅是几个镜头就让观众们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镜头里的赵丽颖灰头土脸的崩溃大哭 在风中摇摇欲坠的她让观众们看得红了眼眶 毫不夸张地说乍一看根本认不出 这竟然是赵丽颖 可见赵丽颖在好秀凭这个角色上 花费了多少的心思 短短几秒钟的镜头让观众们感受到 作为母亲的着急与无助 虽然是无声的表达 但却是震耳欲聋的效果 赵丽颖完全融入了好秀凭这个角色 当看到孩子被抢的时候 好秀凭用尽全力冲了上去 只想抢夺下自己的孩子 慌忙的不知所措的举动瞬间 将观众们拉到了好秀凭的世界中去 因为是聋哑人这些抢孩子的才能如此猖狂 好秀凭在和村民寻求 帮助的时候比划着就瞬间慌忙起来 严厉的泪水止不住的流了下来 这一幕看得观众们不禁煽然泪下 就算没有字幕也没有声音 但是观众们却能清楚地看到好秀凭 想要表达的意思 母爱无声但却让人震撼 赵丽颖在电影中没有任何的偶像包袱 灰头土脸的形象让他更加贴近 底层人物的设定 全身心地投入到好秀凭这个角色中 这才会有如此惊艳的演技 只看一眼都让人红了眼眶 更别提看到电影之后 好秀凭绝对是观众们眼泪的开关 一向严苛的张艺谋提起赵丽颖 也是止不住的赞赏 赵丽颖完全打破了张艺谋原本对她的认知 赵丽颖的努力给了张艺谋一个很大的惊喜 好秀凭这个角色是赵丽颖 走向更大屏幕的敲门砖 与其说赵丽颖努力 还不如说赵丽颖是内娱少有的轻型女演员 赵丽颖对自己的演艺道路一向规划明确 只有高质量的作品才是永远的王道 赵丽颖从来都不在乎一时的热度 她要的从来都是长久的高口碑作品 女演员30岁就是一道尴尬的坎 妈妈辈的角色不想出演 但年轻的角色却难以驾驭 为此很多不愿意接受现实的女演员 则是选择掩耳盗铃的庄嫩 杨子目前也是落入了这个怪圈 庄嫩从来都不是长久之计 短暂的庄嫩会让演员得到心理安慰 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 是演员演技的大打折扣和口碑的跌落 这对于演员来说才是致命的打击 要久久爱的大翻车已经是说明了演艺圈的发展方向 如果杨子一直出演偶像剧的话 对自己的口碑和演技来说完全是有害而无益的做法 杨子完全有实力摆脱流量演员的标签 就看杨子对于自己未来如何进行的规划 希望杨子可以早日明白这一道理 清醒且自知才能在演艺道路上走得更为久远 对于杨子和赵丽颖 你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咯 念 咯 咯